今天出发 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聚焦的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其实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推出了人选 但是在民主党方面 Klamour Harris目前在政策上 似乎还是没有拿出实质的牛肉 也因此遭到了很多媒体的质疑 究竟贺锦丽接下来的总统之路 政策上到底会不会有内容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政大外交系的系主任吴崇涵 系主任你好 司令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看到贺锦丽最近在媒体上面 的确有很多的曝光 但是也显现出他可能在政策上 真的没有办法提出一些实质的内容 因为现在参选总统喊了已经三个礼拜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举办任何的记者会跟专访 有一些媒体分析可能是因为过去失言 还有一些反应上面的不及 所以目前贺锦丽团队先把他hold住 不要让他犯太多的错误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官方网站 也没有任何的证件可言 所以现在的Washington Post就说 实在是不清楚贺锦丽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 因为包含了媒体跟公众的这些人 都有合理问题的时候 贺锦丽应该要出来面对 The New York Times也说贺锦丽 其实到目前为止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已经不是副手了 他应该要对对方的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川普提出意见跟政策上面的挑战 所以接下来辩论的议题 就会证明到底谁是最佳的人选 但是这么多人怀疑他的同时 到目前为止也有一些媒体在分析说 这个民调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到民主党的确很会做宣传 Propaganda这种东西 因为在全国110亿项的民调平均值 目前贺锦丽是以0.3%来反超川普 当然川普团队有一点老神在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媒体效应 目前为止还是蜜月期 所以接下来在辩论会当中就会见真章 我们要请教Charles 你怎么来看目前川普团队对于贺锦丽 提不出内容的政策 那当然目前在民主党方面 虽然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但是好像内部还是没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内容可以提出给大众 我们知道贺锦丽过去都是担任检查系统的 在加州担任检察长 担任参议员 后来要当拜登的副手 所以他在许多议题上面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 所谓比较卑微的角色 因为美国副总统是卑微总统 那他在特别在几个议题上 美国选民最关心的以上 他比较含糊其词也好 或者说他在竞选场上面 或者是在公开场上面 表达的时候也不太流利或流畅 所以被川普抓到这个 说他的讲话 有这个颠三倒四 举几个例吧 他在堕胎议题上面 他早年在加州从政的时候 他也是支持这个堕胎 那当然罗素韦德汉发生之后 他认为说你各州如果你要反对 或是违背罗素韦德案 你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法律 而且必须要让这些医生 经过确认这些医生的执照也好 他的credit也好 那你才能限制他们的堕胎权 但后来罗素韦德案被最高法院退翻了 所以他这方面 他在他那时候在加州所提倡 这都没有效了 但当然他在堕胎方面 他也有他的看法 但是最为人质疑的 就是他移民问题 我们知道他在移民问题上面 拜登曾经把这个北三角 我们讲中美洲有三个国家 我们叫北三角国家的移民问题交给他 那当然他说什么追本溯源 要让这些移民不要大量的涌入 经过巴拿马 然后涌入墨西哥 然后再涌入美国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改善 他们这些国家基本经济 你把他们的经济改善好了 就不会这么多移民跑进来了 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跟他的 包括他到一些场合在宣传 他的概念的时候也是非常含无其辞 而且成效也不太彰显 他甚至最近又开始在讲一些 对移民控管的法案的声音 所以会让一些中间选民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 反对这个左派声音的 会觉得我们到底该听 你的哪方面的这个意见 他更不用讲他对芬太尼 或者跟整个外交政策上面 他基本上他外交政策上面 是一张白纸因为过去拜登政府是拜登在处理所有的外交事务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贺锦丽 接下来在这几个月里面的恶补效应 会不会帮他在蜜月期过后 把他分数再拉回来 因为我觉得目前是他宣布参选的才几天而已 所以这个蜜月期效应还是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州的民调 他在往上跑 甚至跟这个川普呈现五五波 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接下来选民还是要看到政策牛肉 而且特别是摇摆州的选民 好所以其实摇摆州就非常的重点了 我们看到专家分析呢 现在整体的选战战略 的确贺锦丽呢 成功吸引了很多反川普的人士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目前的确保持模糊 因为他是要抓一个与之对立的态势 希望可以拖延时间 但如果接下来 你可以观察到年轻人 虽然目前呢都表态矩齿 你可以看到18到29岁领先9个百分点 拜登呢的确没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三大的摇摆州取得领先之后 有很多的民众会更好奇的是 接下来你会讲出什么样 不一样的言论 能不能在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堕胎外交 或者是国内这些毒品的管控 甚至是接下来的强制问题 有没有一些比较强势的表态 我们看到三大摇摆州 包含了Michigan Wisconsin 跟Panisovia 都是取得领先 那但是差距在缩小的 也可以观察到的是 Arizona Georgia跟Nevada 共和党说呢 贺锦丽处于月期 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呢 他在北卡罗乃纳州发表演说 North Carolina 这一次他选的这个地点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他当时呢 提出的是机会经济 选到的这个城市叫Rally 那我们也请这个 Charles来讲一下North Carolina 目前在选战上的重要性 而且为什么贺锦丽会先选这个地方 来进行他一些比较没有内容 但是呢 号召选民的一个举动 基本上川普在我们知道川普在选兵州 那个地方发生枪击案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也是要挖角 插旗 那贺锦丽这次选这个北卡 北卡是我们知道传统南方的一个 也是偏共和党的州 但是Rally这个地方 他是相对不一样 因为他的选民的知识水准非常的高 我们知道Rally的地方是 我们讲学术三角地带 像Duke 杜克大学 还有北卡大学 圣堂山都在那附近 所以那个地方的选民教育水很高 通常他们都支持是民主党 那我想他在这边插旗 然后发表他的证件 是有他的起步的动机 但是目前还是要 我们要回到观察 就是这个铁锈带的三个州 我特别讲 Michigan Wisconsin 跟兵州 这三个州是非常关键的 这次选举 谁能在上面拿到胜利 基本上他们就可以获得美国选举大选 所以选到选举选战最后期 他们两方的都会再回到这三个州 为什么我讲这三个州 Michigan Wisconsin 跟兵州 目前都是民主党的州长执政 但是在2016年川普能赢 也是因为这三个州 他这三个州 本来民调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可是一夜之间全部翻盘 三个州全部倒向了川普 总共四十四张选举人票 川普难过了 那个时候让希拉里克林 非常的傻眼 当然那个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 是川普喊出了 让美国再偉大 让汽车业制造业 全部回归美国 所以这些人是非常高兴的 连兵州这个过去 兵州跟Michigan过去 一九九二年之后 都是投民主党的 二零一六年全部去投川普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汽车工业回来 对不对 像皮之宝 皮之宝是兵州一个大臣 那个时候全部在投川普的时候 让川普整个就 气质上升就赢了 但二零二零年拜登呢 他回防 回防得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二零二零年 对二零一六年 最大的差距是 拜登在这个三州里面 他拿回了许多 白人的选票 因为那个时候 川普他去吸引了 许多有色人种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拉丁裔 或者是非裔的选人 去投了川普 问题是川普本来的那些 所谓的具有高学历的白人 或者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 票掉的非常多 反而去投了拜登 所以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拜登把这三个州拿下来了 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 这三个州 他们最后会投 贺锦丽 还是会去投川普 但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的政见会 还是会朝两极化走 因为川普一定会去抓 所谓的他的白人的选票 在这三个州 他传统的白人 不管是高学历 或低学历的白人 他都要去拿 然后他会去抓有些人 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州 最后关键 我觉得还是看经济 还有看谁能喊出政策牛肉 是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美联社的民调 美联社其实 把两位候选人 分为四个不同的这些条目 来分析说 他们目前在上面的支持度是如何 包含了智力民主守纪律 诚实的特职 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跟移民还有经济政策 我觉得观众朋友可以来观察 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毋庸置疑他们是五五波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是一个党的态势 但是如果你说诚实特职跟守纪律 虽然贺锦丽都是取得绝对的领先 但是他可能不会是绝对最后导向选票的一个指标 所以移民跟经济政策 你会发现贺锦丽目前占了38% 而川普占了4%5%的支持度 会不会是真的在政策上 我们要请Charles来分析一下 其实最后的结果真的也许就是经济上面的问题 会指向谁会赢得最后的选票 当然这两个候选人就是承袭的民主跟共同党 两党的特点 但还有川普的特点 诚实跟守纪律 这个是川普的罩门 所以民主党一定抓着打 当然不管是拜登也好 或者是贺锦丽在这上面是加分的 重点是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这个地方 川普是十足的碾压过之前的拜登 也碾压过了这个贺锦丽 那重点来的是经济 那经济牌在美国的选举 过去以来一直都是非常重要 他们国内都在讲经济牌 所以不管这次贺锦丽在rally 讲的我们要降低通膨 大家太穷了 东西太贵了 那川普也在讲 都是你们拜登任内 让通膨那么高 大家都很穷 所以经济牌的话 目前看起来川普还是领先的 那当然他怎么样 川普我觉得他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回复到他2016年 让美国再伟大 制造业回来 让铁锈带再复苏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再打这块牌 来吸引这些选票 因为我觉得他蛮聪明 他知道怎么样去创造遗体 好 非常感谢戏主任的精辟解析 更多讯息 请你锁定 我们稍微回来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